越南是一个大量接受中华文化的国家 所以在生肖的部分呢 当然也不会缺席 可是越南的蛇生肖啊 跟中华文化里面的蛇生肖 又好像有一些不同 有哪些不同呢 今天就是来聊聊 关于越南的蛇生肖 你应该知道的一些知识 首先越南人并不太会直接用 动物来称呼蛇生肖 越南的蛇生肖呢 是使用中文里面所谓的地支来称呼的 地支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熟悉的蛇食层 只臭一毛 尘是五味 生有虚害 在越南语里面念作 例如今年是虎年 越南人会说 那同时他们也会说 也就是碎刺影 正因为如此 那天干搭配地支的碎刺 例如今年是人云年 那我们在华语里面也会说 但是不常用 重点是我们没有办法 很直觉的就是听到碎刺的时候 直接联想出那一年是什么生肖 但是因为越南语是使用地支的关系 所以你在历史上任意一年的天干地支组合 翻译成汉乐词给越南人听 他们肯定就能够马上的知道 那一年是什么生肖 例如今年是人云 那就是南南阳 那他们只要知道阳就是老虎 就可以得知今年就是虎年 例如像去年 去年是新丑年 新丑年的越南语念作灯熟 灯对他们来讲其实就不重要 重点是在后面的数 也就是属于牛年 所以越南人一听 就可以知道说那一年就是牛年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例如说阿旺或者是我的同学 同届的朋友在84、85年次 的这个年纪区间 我们那一个岁次是以亥年 那讲到以亥年 你如果不是这个区间年纪的人 可能会没有办法马上想出 那一年是什么生肖 但是越南人呢 听到越南语的以亥 叫阿旺的时候 阿旺对他们来讲就没有很重要 但是听到旺 他们就知道那一年是生肖猪 就能够马上听得出 我是属猪的 不幸的话你就可以随便去找 一个组合来翻译汉乐词看看 然后拿去考你的越南朋友 再也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越南的12生肖里面有一只动物 就是兔子呢是不存在的 它被猫给取代了 那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的说法非常多 那我个人比较了解的部分 大概是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说 猫相较于兔子呢 是比较是跟越南人是比较亲近的 是属于比较日常生活的 会见得到的动物 这个说法我是觉得蛮勉强的 因为在越南不是说没有兔子 那他们也会说 因为12生肖里面有老鼠 所以猫抓老鼠 所以猫在里头是很正常的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呢 我个人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就是关于我们的地资的部分 复习一下 纸巢鱼毛 层次无畏生有虚害的越南语 念作 尤其是在属兔的毛 毛兔的那个部分 越南语有两种发音 一种叫做毛 另外一种叫做猫 所以你会听到 你也会听到 都是正确的 无论是哪一种呢 它都跟越南语里面的猫 没有 只差一个声调而已 所以我觉得 在早期越南的试制率 可能只有1%的状态下 大部分都是口传 那声调出错 导致于这个最后的结果 是把兔也搞成猫 这件事情 其实是发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因为物质成了猫之后 然后会有后面的一些解释 例如说猫比较 亲近于生活啦 或者是说有老鼠 谁要有猫 那么这一类的说法 才会慢慢延伸出来 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听到说 越南的蛇声孝 其实是用地支来称呼这件事情 是什么感受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好像是发现什么新大陆一样 只是在这边 新年应景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是银虎年 那越南语就是 这个东西越南人还比华人更常使用 以上呢就是关于越南蛇声孝的一个小小冷知识 跟大家分享 新年快乐 这过几天就又要回到工作的岗位了 大家辛苦了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